今天的課題是 语法4 句子3 類型3 疑問句 兩分鐘之後 我就說 誰寫雙重否定句呀? 讓我試試 我不是不勤力的學生 嗯 對了 試一下把它寫為 陳述句 好啊 我是勤力的學生 對了 假如我們寫為 我不是 不勤力的學生呢? 嗯 這個是一個疑問句 但是 搞到有點頭暈啊 究竟它是勤力 還是不勤力啊? 嗯 這個句子裏面 有幾個筆字呢? 有 兩個咯 一句有兩個筆字 那呢 就是 雙重否定句 但是 其實就是肯定的咯 但是 這一句是 疑問句咯 嗯 雙重否定 雙重否定 是指 肯定 也都可以 用起 疑問句咯 咯 你來 試下 回答這個疑問句咯 她是你的同學嗎? 嗯 是 是 對了 答案 答案 只是有 是 或者是否 那 這一類型 的疑問句 就叫做 是非 文句 嗯 嗯 那 在講出 問句時 是否要 確定 答案 只可以有 是 或者是 否 啊 對 誰來回答這個問題? 這個問題 是丁一文 還是陳龍馬回答? 嗯 嗯 那 我們就不可以回答了 嗯 為什麼呢? 因為你已經 選定了 只是丁一文或者陳龍馬 來回答這個問題咯 對了 這樣 在問題中 設下了 可供選擇的答案 我們就叫做 選擇 文句 嗯 嗯 我記得去年 學過 反問 那 這一句 又是否 疑問句呀? 是啊 那 寫一句 反問句 來看一看 嗯 嗯 好啊 這一句 這隻小貓不可憐嗎? 同學 同學 陳龍馬 陳龍馬就說 小貓是可憐 還是不可憐呢? 嗯 嗯 是可憐 它 似乎 提出了一個疑問 但是 又肯定了 小貓是可憐的 對 對了 那 反問句 也可以叫做 反擊 表面呢 就好像提問 實際呢 就是強調的說法 聽的人呢 是不需要回答的 嗯 所以 似乎 是問緊 小貓 是不是可憐 但是 又肯定了 小貓 是可憐的 對了 那 假如我問你了 你是不是 又遲到了 嘿 我都不用回答了 為什麼 你這樣問我 就是告訴我 你肯定 我又遲到了 咯 對 其實 我已經 肯定 你又遲到 所以 就只是用一句 反問句 的形式 來告訴你 嗯 假如遲到的 不是我呢 那 這樣呢 你就 呼冤了 所以 講這個 反問句的 之前呢 一定呢 就要確定 自己 是沒有搞錯 先 那 好啦 每人寫一句 反問句 我們 兩分鐘之後 又再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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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你